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识荔枝来 杨贵妃的偏爱让荔枝名扬天下 然而荔枝诱人却并不止于美味 荔枝有什么药用价值 吃荔枝要注意什么呢 四季养生堂堂主徐文斌 马上就来告诉你 荔枝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南方水果 因其风味绝佳 深受人们的喜爱 被称为水果之王 荔枝古名荔枝 意思就是离开枝头就得吃 荔枝有一日色变 两日香变 三日味变的这种说法 而到了四日色香味都进去了 所以保存起来非常困难 现代人一般常用的保温保存方法 就是挑选容易保存的品种 用低温和高湿来保存它 中医认为荔枝果肉味干酸 性温热能够入脾胃精 它有补脾液气 生阳助火和温中止酮 安神的效果 尤其适合那些产妇老人 脾虚久泻 气虚未寒 体质虚弱的人和病后调养的人使用 现代研究也发现荔枝所含的天然葡萄糖特别多 这种天然的葡萄糖对补血健脾有特殊的功效 对血液循环产生这种促进人的机能恢复 有特殊的作用 荔枝还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可以促进这种微细血管的血液循环 防止一些雀斑的产生 让人的皮肤更加光滑 古人有云 日大荔枝300颗 如果真的这么做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因为荔枝属于湿热之品 民间有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 如果大量使用鲜荔枝 会导致人突然血糖下降 出现口渴出汗 头晕腹泻 皮肤过敏的现象 有的人甚至还会发烧 出现昏迷和循环衰竭等等症状 医学上称之为荔枝病 其实就是一种急性的突发的低血糖症 如果您正在处在青春期 或者老长青春痘 有一些臃肿疮毒 或者您刚得了这种伤风感冒 还在发烧 或者有那种急性炎症的时候 您就不大适合吃荔枝 否则只会加重病症 本身火气大的人 也不适合多吃 吃多了会出现咽喉肝疼 牙齦肿痛 烂嘴巴或者流鼻血的症状 还有就是那些痛风病的患者 和糖尿病的患者 也不能吃荔枝 另外吃荔枝要讲究方法 首先在充分浸泡和清洗荔枝 外的皮壳面 其次要注意一次食用不要太多 也不要空腹吃荔枝 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再吃用 另外如果吃的量稍微多一点 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情况下 我们就想起古人说相反相成 你把吃荔枝肉得的病了 你就把荔枝壳煎汤煮水喝 来平衡荔枝的热性 民间也流行着喝适量的淡盐水 或者是蜜糖水的这种解决方法 或者干脆您就把那种寒性的西瓜 或者熬点荷叶冬瓜水 绿豆汤都可以清洁 吃荔枝带来的这种火 荔枝在中药中的应用 我们是用荔枝的盒 荔枝盒我中医认为它胃干 微微有点苦 性质偏温 它有形气散结和驱寒 指痛的效果 在临床上我们经常把它和菊盒 就是菊子那个果盒一块用 用于治疗什么 膳气腐痛 男性的膏丸肿痛 同时荔枝盒还有一种 指耳腻 指腹泻 或者是有人就是老打嗝 不停 这种顽固性的恶腻 有的人到凌晨就拉肚子 这种五根蟹 都是荔枝盒的适应症 另外荔枝蜜也是上等的蜂蜜 颜色像琥珀 芳香 扑鼻 带有浓烈的这种荔枝花的香味 荔枝蜜味到甘甜 它既有蜂蜜的清润 又把荔枝的那种火性和灶热去掉了 所以荔枝蜜有特殊的生津易血 礼气的功效 是我们广东里南特有的这种蜜种 这是垂人的牧 这是垂人的牧